重生末世前三个月 我花费千万用钢铁打造了一个堡垒 同时还使用古币觉醒了处于空间和物品复制的能力 借着利用复制的能力将百亿物资变成双份 我 我这是重生了吗 现在时间是2024年3月1日 末世来临前三个月 人类或许从未想过末世来临了 哎 哎 销火却是明白的 从末世到来那时起 全球将迅速陷入了零下五十几度的低温中 整个蓝星都将被冰封 一个打火机就能让人用命去 接着从一个大箱子里找出了一个破碗 前世的他就是在极寒末世第八年时 在女友柳如烟的手里偶然得到了一枚古币来修复这个碗 这才获得空间储物的能力 可惜的是刚获得能力就被柳如烟算计 利用我帮他转移了大量物资 最后他和我的好哥们为了多得物资 在我最放松的时候 送我去见了太奶 哼 柳如烟 赵小昂 这一事你给我等着 小火还在想着该如何从柳如烟手中拿到那枚古币 正巧一个熟悉的电话铃声响起了 喂 小火 你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刚刚在睡觉 没听到呢 睡觉 骗鬼呢 这才几点你就睡觉 我看你就是不想接我电话了 前一事我把什么都给了你 结果你却联合我仇人 偷袭并给了我几刀 真想现在就解决了你 喂 说话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快过来 这里有惊喜哦 对了 戴上你那没价值连成的古币 我联系好买家了 好好 还是活你最好了 我马上就到 站在窗边的小火 看着快步走来的柳如烟 嘴角微微翘起 亲爱的 我忘记带钥匙了 快开门 来了 小火答应了一声 就去开门了 亲爱的 你说的惊喜在哪呢 快拿出来先让我看看 别急 古币带吗 带了 就在我身上呢 咦 买家呢 来 你先把眼睛闭上 哎呀 你怎么总喜欢搞这些有的没的呀 真的是 嘴上虽然这么说 可他还是乖乖闭上了眼睛 而就在此时 小火拿出了一根项链戴在了他脖子上 顺便把那枚银取了下来 哇 小火 这 这是最新款的爱马仕吗 是啊 你看 这项链和你多配 我花几十万买的呢 古币我先拿着 到时候卖的钱直接打你卡上 火你真好 古币你先拿着吧 没事我就先走了 嗯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嗯 先让你多活一段时间吧 重生后的小火可不会买正品给他 毕竟高仿的一般人也看不出来 而他这枚银 一看就是从古玩市场花几百逃过来的 接着小火将银币放入了破碗当中 随后便化作一道金光 飞入了小火的眉心之中 聚宝盆功能开启 储存空间三乘三乘三 升级所需钱财点 一千 由于末世还未来临 开启额外功能 物品复制乘三 小火握紧了拳头 脸上却露出了兴奋的神情 是我想的那个复制吗 随后销伙想了想 便回到卧房 拿出了五根五百克的金条 握在了手上 物品复制 下一秒五根金条平空出现 从半空中掉落在地面上 聚宝盆 这是真正的聚宝盆 果然老爹成不起我呀 不过要是只能发动三字的话 那我就必须留着剩下的两次 等到更关键的时刻再使用 升级空间 应复制物品不可用于升级 居然不能用来升级 真可惜 接着小火用两根金条升级了空间 现在储存空间为六乘以六乘以六 升级则需要四根金条 也就是八十六万 由于小火还要囤积很多物资 还要打造庇护所 都需要很多钱 思考了一会儿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卖房 接着小火联系了多个中间 卖房的话 我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能快速出手 第二能全款交付 而且你们卖出多少我不管 我只要九百万 将自己这套房子挂出去以后 又去当铺把五根复制的金条出手 回到家后 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 小火 明天晚上有空吗 我叫了几个老同学 还有笑话徐飞飞哦 一起聚聚呗 赵小 好哥们 最主要的是钱人士 他还是坑害小火的凶手之一 既然你自动送上门来了 那就先收点利息吧 好啊 明天几点 好兄弟帮我叫十来个辣妹 我确实我不行 相比之下 我更对我的好兄弟感兴趣 原来钱人士 我遭到了好兄弟和女友的背叛 所以这一事 我只想让他们感受到 我当时的绝望 现在 好戏 开始了 终于到了结账的时候 一共消费了三万元 请买下单 放心 我会付我的那杯水的钱 剩下的你们自己搞定 随后萧火付了自己那份白开水的钱 接着在赵小三人的注视下 直接就走了 萧火 什么情况 有什么事咱回头再说好吗 早锅 你死不死对罪萧锅了 萧火 等等我 这时徐飞飞还想跟上萧火一起走 但被服务生拦了下来 你拦我干嘛 前面那个是我男朋友 等等 你男朋友说剩下的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让你们买单 赵小 你发什么愣呀 萧火走了就你付钱了 可我 我没有这么多钱 我先打个电话问下怎么回事吧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原来萧火一出门就把赵小他们拉飞了 这一下赵小才真的确信萧火不会再管他们了 无奈三人最后只能AA两身 而赵小经过了这一次聚会之后 又想好兄弟和自己决练 心爱的女孩也把自己踢出了鱼塘 前世被你们拿捏了 这一时该轮到我了吧 第二天 萧火就接到了女中介的电话说房子 已经被人以九百四十五万买了 让萧火过来办理交接手续 拿到钱之后 接着就租了个仓库 签完合同的同时萧火拦向了中介 你有没有兴趣为我做事 我可以给你一年一百万的年薪 年薪百万啊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 先说好违法乱记的事我可不做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末日生存爱好者 想在沙士建一座独立庇护所 但我仍在海市抽不开身 希望有人可以帮我 末日生存爱好者 庇护所 年轻人你莫不是在逗我玩的 萧火也知道自己说的有些离谱 他是一撂鹏拿出手机收款码 你到账二十万元 这他转账了二十万 这是两个月的工资 这下廖鹏终于相信萧火的话 廖鹏 你先去沙士 按我的要求找一块愿意出售的宅基地 好的 老板 次日 萧火来到本市最大的银行 准备把钱换成黄金升级聚宝盆 如今萧火的资金一共有两千五百四十万 足足可以买下六十公斤的黄金 请问先生 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是来购买黄金的 昨天我已经预约过了 经理 买黄金的客户来了 经理见萧火竟然这么年轻 木金一间露出了怀疑的眼神 您就是萧先生吗 请跟我来吧 萧火点了点头 跟着楚小蝶来到了VIP贵宾窗口 萧先生 要不要我帮你介绍一下实体金条的购买流程 不用了 直接办理购买手续吧 啊 不会这么快就完了吧 随后楚小蝶从保险柜里 轻点出了六十根金条 同时看向萧火的眼神 越来越火热 等我明天把复制出的金条再拿回来 这个女人 估计会想吞了自己吧 随后萧火无意间扫了周边几眼 不然 看到其中四人身上充满着杀气 难道自己头一次来 就碰到抢银行的了吗 这要是刚提黄金 就被抢了 就搞笑了 慢着 我今天先不买了 啊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买了 改天再买 还有 我怀疑现在有人要抢银行 笑话 从来没有哪个歹徒 敢来下国银行总行这里抢劫 而且 这些金条现在已经是你的了 你要退回的话 就要扣除加工费和服务费 萧火此刻看到其中一个男人 已经朝着他这边靠过来了 你快把金条收起来 否则被抢了我可不会负责 这你放心 这些金条还在我这边的柜台上 就算被抢了也是我们的责任 你是说 现在被抢了也不算我的咯 这时保安走到那个男人面前拦住他的去了 哪边正在交易 请在后面排队 只见男人忽然掏出了一把手枪 对着保安的手枪 下一秒 其余三个歹徒也掏出了手枪 抢 响劫 快把黄金都交出来 六十根金条很快就被劫匪收进了手提包内 离开之前 那个男人又扫了萧火 你过来 跟我们一起走 萧火本能的想反击 但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最后还是被劫匪推上了车 如果我将这些被劫匪抢出来的黄金收入空间 不管这些劫匪有没有逃走 黄金丢了的这口黑锅 都是他们的 而我则会拥有一百二十公斤黄金 于是萧火迅速将手碰了一下行李箱 行李箱就消失了 既然没有一个劫匪发现异常 就在这时 萧火突然伸手碰到了两个劫匪握枪的手 只是瞬间 手中就出现了劫匪的手枪 对准劫匪就是几金 这一事件过后萧火 获得了大量黄金 一部分升级聚宝盆 复制的一部分 则退还给了银行 接下来 还要去有间当铺 采购一批武器了 漠视没武器可不行 这个男人开车看到面前有东西反光 却没有下车查看什么情况 反而一脚油门就往后倒退 这时大家记住千万别往前开 可能有个大汉在暗处等着你 现在 好心开始了 大汉见此情景报了一句粗话 骑着摩托车就向着萧火离开的方向追去 如果能绑了这个肥羊 那以后就能少奋斗几年了 这种富二代最怕死了 大汉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 萧火在荡兔时的出手阔绰 让他起了打劫的心思 这时大汉一脚油门一个飘移 就拦住了萧火的车 正常的人此时已经骂骂咧咧地下车了 而萧火可是在末世里摸爬滚打的重生者 随后萧火的眼神一闪而过 接着一踩油门直接就撞了过去 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敢撞你老金 原来这大汉叫老金 萧火在有间当铺 亮出一袋十来斤的黄金来购买武器 结果刚好就被这个叫老金的大汉瞧见了 于是否就发生了刚刚那一幕 居然看走眼了 眼前这哪是什么肥羊 而是和我一样杀人不眨眼的雄徒啊 萧火子 误会了 等我伤势恢复 一定要让他体验活着比死了更痛苦 哦 刚刚一路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好几个监控都坏掉了 是你弄的吧 真是谢谢你给自己找好的分场了 接着萧火拿起一根钢管 在老金惊恐的眼神中 一下就让他见了太难 下辈子希望你遇到的不是我 对后萧火将老金和摩托车 连带着自己的车都收入了空间内 现场简直看不出一丝痕迹 我处理得这么干净 叔叔应该查不到我这吧 接下来这些天萧火 用退黄金的钱 又采购了大批的调料 生肉 药品 大米等等 这些物资整整装了十几个集装箱 而这时料棚的电话也打来了 老板 我这几天走遍了沙市 找到了一个地方很符合你说的要求 我把资料发到你手机上了 你看看 好的 辛苦了 这时的萧火来到商城准备买些衣服 和其他保暖用品 你们这里最保暖的衣服是哪种 你没看到这些羽绒服都挺保暖的 那XL马拿过来我试一下 买打折祸的穷鬼怎么还要求这么多的 你先试试 看上了我再给你去拿 这时候萧火看到走进来两人 居然是徐飞飞和一个男人 萧火 好巧啊 你也在这里吗 萧火也只是点了点头 便不再看他 而徐飞飞则一直盯着萧火 飞飞 那穷鬼是谁啊 穷鬼 你觉得能用两千五百万金条 去理财的人 能缺钱吗 哦 那是我的高中同学呢 萧火 你穿这件衣服可真好看 李多瑜的脸色瞬间就飞了下来 那件 还有那件都拿 XL给我试一下 这人穷事情就多 买一件打折的衣服 还要是来是去的 真会气 飞飞啊 你这个同学 要没钱买衣服的话 我来买单好了 让他别为男人家导购了 拿我 李多瑜 别胡说 你不懂的 我胡说 一个只买得起打折祸的穷币而已 是不是还要穿着打折祸出去装闭啊 小虎可不是 你贼贼话还没说完就被小虎打断了 你是说真的 你愿意帮我买单 你看 我说的没错吧 穷币就是穷币 没错 你看中的这几款打折祸 我都帮你买了 你有钱吗 说话算话吧 别到时候哭鼻子了 当然 你就是多想几款 我都给你付了 我每个月三十万零花钱 可不是盖的 拼出小虎 想要让这富二代买单 一旁导购员的眼神 也充满了不限 这送上门的冤打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刚刚是穿的那几件 每件拿五十件 全部给我包起来 他买单 你说什么 你该耍我 哪个正常人同一款衣服 会买五十件穿的 这样 一个穷鬼要是能买得起 这二百件衣服 我就卡随你刷 很好 如果我买不起 你想怎样就怎样 先生 这些衣服一共要六十万 穷小子 没钱就别在这里 瞎使唤我们了 换钱 刷卡 您稍等 我这就让仓库拿货过来 现在 把你们的经理叫来 我要投诉你们 还有你 把卡留下 滚蛋 你 你给我等着 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末世之后啥都不是 只有实力才是到底 觉得萧火把李多余的卡刷爆了 这才满意的走出了商场 第二天 萧火打电话给了廖鹏 我决定选择拿到罐旧纸 过两天 我就过去看看 我在山上建造末日庇护所 而山下九十九户村民 都坐在四十五度的庇护所地面上 直到屁股烫冒烟了 也没一个人站起来 原来村里人 已经都知道萧火很有情 小牢牢地咬住这大肥羊不放 这下 好戏 要开始了 你们躲在这 有什么事吗 我可是都有正规手续的 小兄弟 你在这间房子 让我们村子里的鸡鸭 都死了好几只了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吧 笑话 你们的鸡鸭死了 关我什么事 怎么不关你的事 就是从你进来开始 我们的鸡鸭才开始没的 过几天还说不定要死人里 萧火冷笑一声 这些村民说的还真准 过些天可不止会死几个人而已 那你们还不快搬走 晚了说不定你们村的人 就要全死了 农村人可是很忌讳这个的 马上就来劲了 哎 你这孩子心眼怎么这么坏 竟然敢咒我们 瞧小子 你说什么呢 我会说话就让叔叔教教你 这时李强眼里凶光一闪 一巴掌朝着萧火的脸扇了过去 其余三人都仿佛已经看到 他被扇猛的样子 可结果却是李强被扇飞了 见自己儿子挨打 李大爷仗着自己年纪大 轮起手就朝萧火打来 而萧火则巧妙地躲开了 随后李大爷眼珠子一转 顺势跌倒在地上 闭上了眼睛 这就是他们的第二套方案 碰瓷 爸 你怎么了 爸 你竟然敢打我爸 你们瞎吗 我碰都没碰到他一下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你别想耍了 你小子快赔钱 拿五万块钱出来 这事就算了 要不然我们就找自然员抓你 行 去找吧 不赔 你就给我爸爸偿命吧 说完李强 不知从哪拿出一把镰刀 准备吓唬销火 先等等 我就说嘛 毛都没齐的小子 随便吓唬吓唬就成了 突然 销火一脚就踩在李大爷的手背上 我们的大爷 哇哇直叫 瞧吧 我把你爸治活了 这下不用赔命了吧 销火的动作把三人都整不会了 直到李大爷的哭喊声 把他们拉回了现实 哎呀喂 我的手都被踩断了 几人正想发作 销火却制止了他们 要不你们先带这个老大爷去医院看看 回头我给你们报销医药费怎么样 你还要赔偿医药费 精神损失费 还有巫工费 好 你们先去吧 我弟都在这里也跑不了 你小子 要是敢不赔 我一定让你后悔来到这 放了几句狠话 几人搀扶着李大爷就离开了 而销火肯定是不可能赔给他们什么 过些天末世来了 他们要是还能上山就算他输 廖鹏你查查这里的村民是怎么回事 同时庇护所的进度也不能耽误 好的老板 这是我的失职 我会搞定的 记住 对付恶人 只要比他们更恶就可以了 廖鹏冷汗直流 随即便开车走了 这时销火手机又响了起来 老板 仓库着火了 怎么起火的 我的货物怎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啊 不知怎么的起火了 幸好我发现得早 货物只烧掉了一小部分 别急 我现在就过去 接着销火就坐着当天的飞机 赶回了海市 海市这两天都是雨天 怎么还会失火 应该是有人故意搞事情 你们给我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扔出去 只见有一个人 正在指挥着几个搬运工 拿着一箱箱货物往外扔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干什么 哪来的臭小子 走开别挡道 你是什么人 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的 老板 你终于回来了 原来你就是销火啊 这间仓库从今天起租给我了 小子你烧了房东的仓库 现在不租给你了 快滚 我房租还没有到期 直接让房东拿着违约金过来和我谈 呦 毛都没长齐 还挺唬人的 滚一边去吧 说完男人伸手就要把销火推开 却被销火一下推到在地 鸭的 你死定了 你们都下了吗 给我废了他 几个人蜂拥而上 而销火只是几个简单的动作 他们几人就躺在了地上 有本事就杀了我 否则我之后一定要弄洗你 销火眼里杀意一闪而过 小李 报警 过是降临前 有几个老六放火烧我无资 结果治安员来了先把我跑了起来 就连房东在电话里都说火是我放的 然而我只要往手机上小手那么一点 他们就得把我当佛爷一样供起来 这全都是我那几十万粉丝的功劳 这下 好戏 要开始了 你 你把录像给我打来 治安员快速出手朝着销火手里抓去 谁知销火灵活一闪避开了他的这一抓 怎么突然要抢我手机啊 吓得我不小心把录像发到网上去了 此时治安员气得脸都绿了 来之前明明和房东确认过仓库里没有任何监控 才想着把这颗眼中钉拔掉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小子仓库就租了一个月 居然还装了几个新的监控 没过多久 销火的几十万粉丝已经开始疯狂的转发起来了 给我把他带走 我自己走就可以了 小李 把仓库里的东西整理好 等我回来 结果车子还没开出多远 治安员就接到了电话 没一会 他眼神奇异的看了销火一眼 你可以走了 我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 等着背黑锅吧 给我快点下车走人 小火冷笑一声就下车走了 之后正因为他发出去的视频造成巨大的影响 那个治安员已经被开除了 甚至还牵扯出了天气新能源公司的管理层 这时小火的手机铃声响起 一看居然是照相 小火 刚刚我在短视频里看到你被治安员带走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段时间心情不太好 你要不要过来 我这玩几天 好啊 我这就去请假 好好陪陪你 小火怎么可能忘记赵小这个前世被赐自己的人 把他引过来处理也是一样的 这时铃声又响了起来 喂 小火 这么久怎么都没联系我啊 你打的钱我都用完了 哦 我在杀士办点事情呢 要不你过来玩玩吧 好啊 我马上过来 那你等我哦 柳如烟啊 柳如烟 我不找你 你居然找上我 看你们死也要在一起啊 距离SSS及太阳药班爆发还有三天 此时庇护所已经完工 而赵小也从海市赶了过来 我的好女友柳如烟也和他一起 小火 上次我真的是把你当成亲兄弟一样 才没考虑到你的感受 你能原谅我吗 没事的 你在这里玩九点 费用都由我来出 小火 还有我呢 我也要 好 我肯定不会忘记你的 小火 谢谢了 对了 你知道我们在这碰到谁了吗 谁 是我们海市的首富之子 沈金斌 他约我去他游艇上玩呢 还让我交上你也一起去 是谁 沈金斌吗 这人也是前世骇士自己的元凶之一 不止如此 他还是骇士小火最近的凶手 真没想到 他竟然也在杀士 看来老天都要我把他们这些罪人 一锅给端了 小火 到时候你去不去呀 去 为什么不去 警告 第一波危险将在三天后降临 请做好准备 这 这是提示吗 没想到这具宝盆 居然还是智能的 不管了 先把手上的事情解决掉再说 次日 小火和赵小他们来到了一处停靠私人游艇的码头 小火 你怎么才来 我都等你好久了 这一世的沈金斌 是那种不管看中哪个女孩就想战友的人 完全把自己当成了海市的土皇帝 这一次也是对柳如烟有些意思 沈少 路上堵车 来晚了 到时候我自罚一杯 你就是沈少呀 我对你的仰慕 可是犹如滔滔江水一般 只是 火 对我还是挺好的 果然他们俩不管是前世还是今世 只要遇到沈金斌都这么恶心 没关系 人来了就好 走吧 上船 横 消火是吧 等送你去先太奶了 他就是我的了 来人无缘无故被几个大汉拦住 被他们左揉揉又捏捏 甚至还用手把他的鞋子脱下来看了看 虽然心里不情愿 但是也没阻止他们 反而女人则一脸兴奋的想去试一试 这下 好戏 要开始了 你就不用搜查了 可以直接进去 哦 那好吧 柳如烟一脸失望地走进去之后 阿彪子轻悦地看了消火焰 这才跟着走了进去 房间内 沈金斌狠狠将桌子上最后一个杯子摔到地上 少爷 却认过了 没带什么东西 一会出了海就由我出手 解决了他 就这样赶了他也太便宜他了 少爷 现在毕竟还是在国内 有些事不能太明显了 怕什么 等开到外海的时候 解决他们就没问题了 留下柳如烟就行了 是 少爷 消火和赵小他们在船上欣赏着海景 没多久沈金斌和几个手下来到他们的身后 你们过去 解决他们 事后我会给一笔钱让你们去国外的 嗯 是 少爷 这时几个人正准备下杀手 消火一闪躲过了攻击 从衣服内掏出了一把枪 一枪就解决了面前的人 而赵小直接就被他们嘎了 柳如烟则神色淡然地看着 哟 沈少 这么快就等不及了吗 我想知道为什么嘎我 毕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消火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枪 柳如烟快过来 柳如烟轻蔑地看了消火一眼 便准备走过去了 而消火知道这女人这一世又背叛了她 于是一枪就送了无烟去见了太奶 你 你竟然敢嘎了我的女人 有什么不敢的 不过我可不相信你会为了一个女人 做这么多布置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你去地狱就知道了 给我上 不计任何代价嘎了她 哼 听到此话 手下们对着消火就是一通扫射 而消火则瞬间躲在沙发后面 对着前面就是几枪 沈金冰看着手下纷纷落地成河之后 准备趁机逃跑 消火明白她的意图后一跃而起 直接用枪冷冷地抵着她的大西瓜 这下你可以说了吧 沈大少爷 别 别赶我 我告诉你 其实叫我来赶你的是你母亲 她不希望你还在这世上 听到这话后 消火毫不意外 因为在上一世 沈金冰的背后就浮现出那个女人的身影 说 那你为什么要赶我父亲 我 我不认识你父亲 是我爸让我这么做的 冤有头 债有主 你去找我爸 求求你放了我 好了 我会去找你爸的 让你们在下面团聚 随着一声枪响 这里的一切都结束了 而消火则回到了庇护所外 老板 您交代的事情我都办好了 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的吗 你要相信我就听我一句 最近你去准备一些物资 放进你的出租屋里 好的 老板 末世马上就要来了 消火也不介意透露些消息给他 当做这几个月工作的奖励 第三天清晨 消火被脑海里的声音惊醒 警告 第一波危险将在七分钟后降临 请做好准备 已经要来了吗 刚好躺在床上 都不用准备什么 警告 太阳风暴到达 原物质正在快速生成 原物质 什么 怎么这么快 说完眼前猛了一黑 同一时刻 整个世界骤然失去了所有电力供应 整条街出现几十辆车连环车火 外面陷入了一片火海当中 过了一天 小火迷迷糊糊的就醒了过来 保留火种计划成功 末世正式开启 什么火种计划 什么是原物质 算了 不想这么多了 现在外面肯定也是一团糟 等过些天再出去看看情况 如果是第一天 一群大汉扛着车子过马路 甚至还有几个时刻盯着四周 但凡有人靠近直接就被嘎了 结果没想到我单车刹车失灵还撞向了他们 只见面前俩大汉一刀就劈了下来 这下 好行 要开始了 只见萧火往后一蹬 砰的一声 单车一刀被劈的散架 俩人见一击没中 还想往前继续 这时听到车里传来一道声音 秋叔 算了 他不是故意的 先别管他了 回去要紧 喂 小子 是你撞到我们 这自行车 我们可不会赔的哦 看这几人应该都是练家子 现在还是别惹事的好 是我不对 我不该骑那么快 要是我的单车伤着几位兄弟了 我可以回家 拿钱赔偿给你们 不用了 下次骑慢点 骑得这么快 很容易人没了 车还在的 哼 我知道了 谢谢大叔提醒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说完就一溜烟地从这群人身边经过 直到身后那股冷冷的注视感消失了 你刚才的情况 发生冲突的话 即使有空间出其不易 我也不一定能赢 前期还是苟着发育一下的好 如今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 等过两天前变成废纸了 大家就可能开启林园抢购了 而销伙正是要在这些人反应过来之前 先去商场仓库陵园抢购一波 随后我把商场仓库里的物资全部收进了空间内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 一群不速之客来到了商场仓库外 李哥 那边有个人啊 不会是这里的管理人员吧 李葵顺着小地址的方向看去 一眼就看到他穿着很奢华 哟哈 还是个富二代 咱们先打了他 他身上应该有不少好东西 而且要是发现了 还怪不到咱们头上的 李哥 这嘎人可是犯法的 松的 现在周边都没人 监控和天眼都没用了 嘎一两个人怕啥 要是他是哪家的富少 那咱们可就发了 几人听完都被利益迷了眼 其中一人更是提着斧头 就朝萧火冲了过来 而萧火从空间里拿出一把手枪 直接就开枪嘎了那人 其余几人包括李葵 猛的就清醒了过来 双手抱头 别敢我 我愿意自首 怕个球 我们今天干的事 足够去裁缝任机了 他就一个人一把枪 咱们一起上 说完就先冲了过来 另外几人见状 脸上凶光一路 也朝萧火扑了过来 萧火果断开枪 一拥三枪 三人先后倒地 只剩下一人还被吓晕过去了 正当萧火要灭口时 突然听到不远处 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对全副武装的士兵 端着枪从后面走了出来 什么人 双手举高 我是个学生 刚好路过这边的 你先别动 这里刚发生极起恶性感人案 请你配合我们一下 这是一名士兵走上前来 给萧火搜身 报告 没有发现危险物品 你是哪个学校的 为什么到这里来 沙士艺术学院的 我原本想回学校 但是没有导航迷路了 先跟我去前面一趟 一会我让人送你回学校 好 很快萧火就被带到一处空地边上 报告 我们在港口出口也发现两个学生 说是迷路了 他们哪个学校的 验证身份了吗 报告长官 沙士艺术学院的 确认过了 兵哥哥 我们在附近走了 好久都没找到路 天都要黑了 我们好害怕呀 许晴 这里 萧火 你怎么也在这里 你们认识吗 对的 我们还是同学呢 许晴一激动 结果说话间漏了高中两个字 刚好证实了萧火的学生身份 你们在这里等等 我找个熟悉地形的战友送你们去学校 小晴 这是谁啊 我是雕塑系的学生 许晴正疑惑萧火什么时候变成雕塑系学生了 不过看着萧火的眼神后立刻就明白了 对 他也是大义新生的 正说着 就看到队长带着一名士兵走了过来 这是李伟 他知道你们学校的路 你们跟着他走吧 李伟 路上小心点 晚上夜路看不见的话就明天早上回来 死 怼葬 萧火几人走后没多久 一名士兵就走到王超面前汇报案情 长官 我们找到杀害附近保安的凶手了 嗯 但是他的四个同伙已经被人击毙了 据唯一幸存者说 是一个年轻人开的枪 年轻人吗 不会是他吧 这时李伟带着萧火等人走了半个小时后 天色越来越暗 而且周围的气温比来的时候更低了 李小小子看着萧火身上的外套凑到许晴耳边轻声说着 许晴 你不是和这个男生很熟吗 让他把外套借我们批一下呗 许晴听到这话 暗自高兴了起来 这些男人还不都是大猪蹄子 萧火 外套能不能借我穿一下 求求你了 不行 你 你怎么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啊 什么 绅士风度能当饭吃吗 当四人走到学院门口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暗下来 这时萧火突然停住 你干嘛 别说话 最近的建筑物在哪呢 前面几百米外就是教学楼了 跑 赶紧跑 让下冰雹了 添视频